台灣安馬王子李志凱 日前是前往法國 參加巴黎體操挑戰賽 而他在安馬資格賽當中 交出15.350的高分 以第一名的姿態輕鬆晉級 但到了決賽 李志凱為了嘗試難度6.7的新套路 而兩度落馬 最後只以第七名作收 不過看在教練林玉信的眼裡 他們得到的是不同的收穫 因為我們來到巴黎 就是嘗試到他最高難度是6.7的套路 所以我們大致上是為了 東京奧運來模擬 然後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被國際承認這一套路是6.7 所以我們在巴黎挑戰賽就試試看 所以在比賽當中 因為有過程緊張或之類的 那都OK 但是他動作都呈現出來了 只是掉落兩次 但我們卻問過國際裁判 他是認定這一套是6.7沒有問題 結束法國賽事之後 李志凱與其他中華體操隊的成員 將會留在當地的體操訓練基地 展開遺地訓練 不只要為了東京奧運 繼續練習新的鞍馬套路 李志凱還要針對全能項目 做出加強 是在評估下來 他全能的狀況還算穩定 然後等台灣的整個團體的隊伍上來 然後再密集的去測試 然後再跟法力的 法國的國家隊在辦一個優移賽 讓我們成績看出是否達到能拿到奧運資格的分數 為了備戰十月在德國舉行的體操試錦賽 李志凱 唐嘉宏以及其他四位台灣體操好手 正要力拚團體門票 希望能寫下中華隊首次以團體方式進軍奧運的紀錄 至於鞍馬王子的完美落地2.0 何時會出現在大家面前 同樣令人期待 YT新聞採訪報導